四百万,八百万,千二万,一千六百万 四年,每年四百万,四年就一千六百万 再加上做完四年,有不少于七十二万的药满酬金 这些钱全部是我们辛辛苦苦赚回来的 又要爬牆又要订屎,你以为容易做吗? 静悄悄收埋包市,带入议会厅不让人发言 然后看准时机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是技术,更加是勇气 我们每场表演都可以成为头条新闻 真是值回票价的 这一千六百七十二万是我们应得的 是民意授权我们拿的 这一千六百七十二万我们全部待得心安理得 喂,现在人大常委忽然间博取话 我带多你四百万 你们班人跟我们坐定定做多年 哇,你叫我做就做不就很没面子? 但大喇喇四百万,哪里找呢? 今天香港,冰河时期 通街都是失业大军 四百元都找不到,不要说四百万 钱我们一定要拿的了 但先要搞一场大龙逢先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老拍档钟庭尧出手帮助 钟庭尧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 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之前帮我们做过支持美国制裁香港 支持重组警队 反对香港国安法等等的助攻民调 成功而有效地帮我们制造了这么多民意的基础 我们就照办煮碗 找钟庭尧帮忙搞个议员去留民调 要什么结果不用问的 大家知道啦 总之,等我们看起来是逼不得已 拿了个四百万都好像一面的食屎样样就可以了 喂,最近钟庭尧开工了 他真的很晚了 用了短短四天的时间 就在网上和电话访问了接近三万人 民调结果就在于问题设计而已 这方面我们对钟庭尧真的很有信心 不过最失败就是那个民主党主席胡志偉 他竟然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真话 主持叶冠林问他 如果民意叫你们离开那怎么办 这个蠢主席竟然蠢得说 民意结果只是给我们作为参考 如果什么都交付民调决定 那你猜当中会不会有操控的情况呢 喂,画公仔用不需要画出场啊 胡志偉你是不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啊 省一点点啊 令被人知目被人见嘛 还蠢得说出来 这次真是被他乌鸦口说中了 已经差不多成三万的民调样本数了 竟然都有这样的结果 民主派支持者有63% 反对议员留任 赞成的不够两成啊 怎么办 中庭以为你怎么做事的啊 现在民意说要我们放弃眼前 吃了嘴那四百万肥猪肉啊 你说怎么办啊 究竟我们要放弃肥猪肉 还是放弃民意呢 这次真是成也民意 败也民意啊 看来民意真是敌不过天意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啊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